今天要分享的是 Tomica系列 的一個 這個算什麼 微型模型系列 然後要分享的是 鋼鐵人原型 就是 在電影版鋼鐵人 1裡面 有東尼斯塔克就是鋼鐵人所做出來的 鋼鐵人原型機 盒子是這樣 然後商品是這樣 然後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 其實它本身重量還蠻沉重的 就 應該說是 本身金屬本身的重量 不輕 然後配了這種 鋼鐵人的商品 個人是覺得還蠻有質感的 商品是這樣 然後後面有那個渦輪引擎的 就是那種機器引擎的 樣子 然後旁邊 腳的那個履帶都還蠻明顯的 圖端來講不差 然後左手的那個 簡易型的那個護墊也有把它做出來 然後比較特別的是這款 腰是可以動的 但它可動範圍不高 收 也是可以這樣舉起來的 頭部的部分也是可以動的 但可動範圍都不算高 然後注意看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 額 A F P4 P175 然後中間的核心反應 是這樣一個白色的光點 後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應該這是史塔克的標誌 欸名字 以一個小型模型來講 個人覺得還算蠻精緻的 側面是這樣 當然這系列當然 應該大家最想要抽的應該 最想要先拿的應該是那個 鋼鐵浩克破壞者 但那組真的還蠻缺的 上面是這樣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購買 算是一個 漫威電影系列的一個 主要主角之一